走近雲南的大山 潺潺的流水聲 伴隨微風 暑氣笑了大半 但山裡居民的生活 卻不像眼前景致這樣美麗 志工想要拜訪李家 光走山路就耗費了半個多小時 74歲的李文玉 原本有兩個兒子 但幾年前先後過世 妻子經不住 喪子之痛 終日躲在黑暗的閣樓內 志工來訪 探視開解 也希望給二老支持的力量 他年紀大了 他走不過來的話 就讓我們代表他 送這份祝福 送這份關心 所以你看今天 我們就來到你們家 來這裡做作 山裡頭 家戶距離隔得遠 志工要探訪下一戶 又是一番跋山涉水 工作嗎 同家女主人四年前才因子宮頸癌 做了手術 最近又得了淋巴癌 龐大的醫藥費 讓一家生活坐盡見走 志工及時提供一份補助 打劫生病 然後一五年到現在一直都不好 你想這種不離不棄 照顧他 還照顧得那麼好 你確實是真的不容易 我們這邊那麼 就幫我們勸求 自己的那一番心意 送給你 就是反正 雜事會幫助 你一點點 年輕人為了掙錢討生活 離開了家鄉 因此山裡住的 幾乎都是老人家 奶奶 八十八歲的李文柯和生病的妻子 天天四眼相對 眼神充滿茫然 就是那個烏烏烏烏烏的說話 抵押就抵押了 管家就押掉了 十多年了 十多年了 我們看到這些老人家 他們生活得很偏遠 然後他們的子女很多 都沒有辦法一直在他們身邊 當我拉到他們手 其實他們手是有一點點 很涼涼的 因為那個房子真的不是很好 地面都很潮濕 然後整個房間內部是很冷的 但當你拉到他的手的時候 當然他就是 真的是把我們當他們的親人 志工短暫的拜訪 送進了全球慈濟人的祝福 也重新點燃大山裡的生命力 來新聞 真聖明志工 李蕊 游村縣 雲南報導 慈濟大學的效果